很漂亮 這裡就有了 他們的九隻貓就像我家人一樣 每天我都很想見到他們 我跟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長大 你有沒有養貓 我第一隻狗隻貓是養阿直直 還有嬉嬉 然後哥哥妹妹 童童 豆豉 然後豆花豆腐豆奶 我自己都亂了 本身養狗的作家菇一 對貓一無所知 因為覺得公司很靜 就決定去領養貓貓 誰知一約就養了狗隻貓 不過原來第一和第二隻貓 都不是健康的 他們的健康問題 令菇一花近五萬元去醫他們 領養阿直直的時候 因為我直直就有腹膜炎 之後我又找到一些好的醫生 就說其實正常的照顧 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第一次養貓 其實貓本身潛在有一個病 其實我都很擔心的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 但是現在差不多三四年了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網上看的那些 就說到好像很危險 但其實不是的 你沒有劇烈打鬥 或者是共用食物 飲水 互相填毛 那些全部都不會傳染的 你今天那麼少啊 領養第二隻貓 希希的時候 他是大排檔捉老鼠的貓 有義工就找大排檔老闆 說你貓沒有絕過肉 他就說我帶你貓去絕肉吧 帶了貓去絕肉之後 就問回大排檔老闆 我們會搭的士回來給你 200元的士費 大概是這樣 結果大排檔說 蛤?要付錢嗎? 大排檔人說 那我不要了 其實那隻貓對他來說 只是捉老鼠而已 200元的士錢都不肯給 那個人都不是喜歡貓 或者是愛動物的人 老闆氣貓 義工唯有貓貓收養 而緣分之下 故一聯絡到義工 領養希希 但是幫希希做完身體檢查之後 居然給另一隻貓 有更多嚴重的健康問題 第二天我們就拿了一隻貓 然後去看醫生 看醫生的時候 發現了他有腹膜炎 和貓愛滋 驗完之後 我坐在診所外面 他陪我那個姐姐 他說了一句 不要緊 我明白的 他這樣跟我說 你不領養他也可以 沒問題我拿回去 我打算考慮一下 然後三分鐘內突然出現了一句說話 喂 就算他要死 他要死在你懷裏面 你不要讓他在外面流浪也好 捉老鼠也沒有人要這樣死 就算他要死 死在我身邊 應該要這樣想 不要說病貓就不要 在他的照顧之下 兩隻貓都生活得很愉快 之後他越養越多貓 工作室的同事會輪流回去 所以基本上貓每天都會有人照顧 平日下班之後 九隻貓就會自由活動 其實有腹膜炎的貓貓 平日生活和普通貓沒有分別 沒有特別需要隔離 而其實除了愛心之外 貓對一位作家也別具意義 作家和文人是否喜歡養貓 其實我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挺枯燥的 寫作是一種 你對著電腦 只有你一個人去想故事 然後你只可能聽著歌 然後就繼續寫寫寫寫寫 但突然間無端端 這隻貓走了上來搞你 你又會覺得 我原來生活也沒有那麼枯燥 貓有沒有幫我創作 當然有 因為有幾本書 其實是因為貓而寫的 有一本叫做《我不想做人》 就是講貓變成了人 然後在人類的世界生活 究竟是怎樣呢 他們會覺得 為何要用錢去買東西 為何大家互相憎恨 為何不可以走過打過招呼 由一隻貓變成了人 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是他們幫助我寫這本書 我覺得他們某程度上 是會影響了工作的效率 其實是 對 對 喜歡到我可以坐在這裏 我想很多人都會 咦 看了一會 原來已經過了一小時了 我突然跳上那個位置 為何跳上去看著天花板 然後又跳上去 然後又跳上去 但是影響工作的效率 反而影響 但其實他又給了很多樂趣 我覺得養貓是 簡直是很想上班 養了貓之後 你放假那天 你就會開一個Camp 望他們 希望明天早點上班 雖然他是騷擾到你日常的工作 經常都要走過來 按你的鍵盤 但是呢 是會令到你很想回去見一下 所以他們是我上班的動力 你幹什麼 其實救貓大家有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是一個作家 我們就用文字 去令到更加多人喜歡貓 其實有很多人 是因為我養了貓 我估計已經五六個了 去領養其他貓 可能有些義工 就是親力親力去救貓 或者去餵養貓 大家做著不同的工作 一個目標就是為貓好 就算是要做的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各位 第三集